當然是我們角度的瞬移哥哥還是撞來了 欸~~ 家暴欸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來來來來來 我們想要喊一下暫停暫停了吼 欸 113我們這時間點拿起來 趕快打個電話啦 不好阿萍阿萍你怎麼今天晚一點 你怎麼晚一點這麼可愛 你要跟我一起帶蝴蝶結 那要放一個蝴蝶結帶你走 你怎麼那麼可愛 我這樣不算氣不爛 你好你好こんにちは 我是RebyReby 看完我可愛的PishaD 之後呢來到傳說戰場 這一隻一樣是每週四傳說內戰的精華 而我使用的是那個男人 害妞又很深愛的台女玲玲 前期可以看到是我們夸克走到中路 回頭勾了一下那個緋淚 在我們各方面的輸出傷害呢 最終這個手下是由夸克給拿到 是一個好的開局呢 再來我們今晚的上半步 第一波兵之後又悄悄的來到中路囉 中路的話看見蝴蕾是靠近我們這一邊 悠悠膽直接出手 但雖然被回拉了一下也沒關係 夸克一個出勾直接逼出了是蝴蕾的大招了 再來看到我有對方阿滋卡非常兇 繳出了一個瞬移 哪怕剛剛被定到我可能當場就要去世了 趕緊回程Reco補齊一下我們的狀態 這時間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零零呢我有三個造型全部都有 炮箭船長 為了公共安全 零零首次搭上由麥克斯 所製作的破壞者號 獨自前往人煙稀少的山區 展開新的研究 塗鴉兔兔 還有鐵夢時光 還有鐵夢時光 因為我覺得比較可愛比較粉嫩 再來來到的是上半部了 一個優優丹出手雖然沒有碰到泳 但是我們已經驅趕開泳這隻英雄了 驅趕開一小段距離之後發現對方還是想要來繼續壓塔 對方的潘因已經做過還要來抓腳踢 但是從小地圖可以看到我們中路的那塔已經來上半部囉 回頭趕快一個轟天淚給予更多的壓力 往前一個1技能收掉的是阿茲卡還有勇 但是我持生也是被潘因給帶掉了 而我們的納克終於來到了上半部 一個傻傻 咻咻 砰砰 收掉的是對方的潘因 畫面來到的是我補起狀態的上半部 但是沒想到我被兩個人追殺了 我到底是欠你們多少錢啊 但是我也是有兄弟的啊 我們家的人員呢 一趕到上半部 我們形成一個4打3的一個狀態 帶走的是對方的菲勒還有阿茲卡 想要繼續追擊這個泳 但無料是泳開啟的機軸跑得很快咧 怎麼這麼快啊 再來畫面轉點來到中路 雖然我們納塔也倒下了 但是這個塔已經搖搖欲墜 我們還是要好好的堅守我們的職責 守護一番 來維德徘徊一下 讓對方知道我們要好好守這個中塔 但是我們納克那耐不住性子 之後往前一衝刮了一下阿茲卡 把對方的人員給驅趕開來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小地圖 哎呦 菲勒的位置好像可以抓喔 可是呢 我人一到菲勒已經走遠了 那我們只好拿明年費用蘇哈 啞啞金一下 再看到中路 哎呦 菲勒跟他們家的勇已經在清兵了 我們趕緊來 而右側邊的話 我們家呂布總被打殘 欸你怎麼那一段還往外去啦 自己先倒下之後看到對方 菲勒已經衝到我們家塔下了 想要來攻擊我們家的人 雖然說他自己自身也倒下 但對時間看到的是我家哥哥 哥哥你為什麼想殺我 哥哥啊 哥哥 想殺妹妹 這件事情你會被雷劈 雷公的共利的頭喔 嚇死我了 是不是想要來抓我可愛的妹妹 好了 補完狀態之後 我們又來到了是下半部 哎呦 這一條線路上的話是會有哥哥的喔 哥哥已經是被我們家隊友給趕回家之後呢 我來下半部 因為畢竟我們上半部的塔 我們已經推完了 而我們換線 來下半部的話 我也比較好來推凱薩路的這座外塔了 冰線整理完之後 稍微蹲底一下 就來看看會不會有小笨蛋來抓我 喔 這時間我頭已經亮出了這個眼睛 就代表著我哥要來撞我了嗎 哎 但是我們只要做個順利 哥哥還是撞來了 欸 欸 家暴欸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來來來來 我們也想要喊一下暫停 暫停了齁 113 我們這時間點拿起來 趕快打個電話啦 哥哥一下就把我這個妹妹給撞死了 而且畫面上要畫 對方已經把我們的中部外塔給拔掉了 潘因還想要進到是紅區 好家在我們奈克羅斯已經拉到的是土中裡面 但是這個紅BUFF還是被潘因給拿走了 嗯 這一波喔兄弟 感覺可以放 因為我們家的人離你還有點遠喔 在看對方拉扯的過程當中呢 我趕緊也回到了戰場裡面 阿斯卡已經是被我方呂布給帶走了 而我回到戰場之後呢 想要稍微poke一下對方攀因 但攀因拉的位置已經很遠了 但呂布剛剛後方的一個切進場還不錯喔 表現的挺好的 攔截到了是對方想撤退的一波路徑 所以這一波會戰 雖然我剛剛前面先倒下來 但是總共是一換三的一個局面 而再次來到是下半部的一個位置 總算 夸克在我旁邊 我可以好好的把塔給帶掉 雖然潘因來了 但是我三兩下 就把這個殘餘血量的外塔給帶走了 夸克這一個就是連地西奧布 趕緊搭配傷害量一近年遠程的消耗 終於帶走了這個潘因 再囂張 再來阿彌鳥 還敢下來阿彌鳥 騎上完對方打野潘因之後呢 我在中路選擇帶線 因為我家的其他隊友呢 已經來到對方的一個龍路的高地塔前方 要去做更多的一個壓制了 在撤退的過程當中呢 遇到了我家可哥麥克斯 還有剛剛被有牽制的飛淚了 他們時刻在紅頸打了起來 而且看到呂布往前有撞到潘因 為一個紅潘因的跟上之後呢 先剛再一次帶走的對方的潘因 我們呈現一個人多打對方人少的一個局勢 代表著我們可以稍微壓制一下 對方外塔的一個位置喔 在拉扯的過程當中 對方也不是省油燈 輕兵非常快速 但是納克羅斯已經擊殺掉我哥哥了 唉唷 可是我家娜塔亞 搭配我的傷害量跟控制 先剛帶走阿茲卡 而我為了保持性命 是搭了一個瞬移 拉到了安全的位置了 可是頓時間又發現一件事情是 納克羅斯擊殺掉了對方的麥克斯 還殺掉的是飛淚 好啊 好啊好啊 欸欸 啊遊戲都給你玩就好啦 啊現在還看到的是什麼 Double kill 帶走的是勇 兄弟 這是你的主場秀嗎 趕快拿起你的麥克風 而且對方的潘因出來之後 又想要來抓我們家的納克羅斯 到底是死似活什麼 拿到了一個無人能擋的一個戰機阿 是把對方的打野朋友帶走之後 沒想到想撤退的路上 是被我家哥哥給撞死了啦 嘖 這我想想齁 我該不該幫我哥哥隱瞞一下案情 還是說我還要替我家的納克報仇呢 這件事情給我三秒思考一下 好殺哥哥 我們只能殺哥哥滅口 來替我們家納克羅斯爭取一下 不能讓我們家哥哥這樣 逃脫法網 不行 那我們只要來教訓這一波 壓到中路高低的時候 剛剛吞噬天地氣的很好 我們搭配傷害量是成功帶走了飛雷 飛雷 飛雷你有點衝動啊 而對方阿茲卡剛剛控也還不錯 看到潘映又再次飛出來 我以為小命不保 沒想到我們一個中阻射 一個效果非常好 再次帶走的是潘映 啊怎麼遇到哥哥了 嚇死人 欸嘿嘿嘿 甘阿鬼捏 說飛就飛 啊不就好險我有兄弟 哼 哥哥 你這一把一直想要抓我 我還不把這個魔誠克德 當作是你 痛たあ 一對 氣死我了哥哥 你不團妹妹就算了 孩子殺我 好險我離你後面傷害夠高把你給換掉 哼 吃一下魔龍 邪惡一下 等等我遇到哥哥的時候 我才能好好的面對他 不會再次被他給帶掉啦 而回城之後我們補滿狀態 再看一下小地圖已經發現 我們已經破掉了是對方的兩座高地囉 這時候隊友們已經拼了一下凱撒 但是 哥哥你真的是小人 我們想吃凱撒你開個燈 雖然說被你知道了 但你也沒辦法阻止我們 我們已經鐵了心下定決心要來拿這條凱撒了 而且剛剛納克羅斯也做得非常的好 去上半部引誘對方 因為如果他們對方不熟 我們家納克羅斯他是有機會被帶線 甚至攻到珠寶前方喔 而我這時候選擇把天空巨龍師放在了下半部 因為我們下一個目標就是對方凱撒路的高地了 這時候呢我們家隊友把阿斯卡給帶走之後 我這下半部跟著呂布成功把兵線送到了高地前方 納克羅斯的話持續帶著是魔路的一個兵線喔 夸克已經走到了對方塔下 一個吞噬電力吸道是菲勒 潘因走著走著晃著晃著你走出來就被我們家納塔亞給帶走了 而且切進場的納克羅斯也是帶走了對方的勇 再來我們看到是殘餘的人在左側迷路了 不是我家哥哥阿 阿呦你拉過來要先講阿 不然我路過牆有點尷尬喔 帶著我們家哥哥之後追蹤飛了也是倒下了 就算對方還有一個人要復活 也沒辦法這一把我們成功拿下主堡了 對啊 妹控哥哥 真第一妹控 嚇死我了 是不是一直想來找我 哼哼哼哼哼哼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不要忘記訂閱 記得開啟小鈴鐺 比前按讚分享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噗